也送回了卡拉昆仑走廊 金城新中国收复的最大失地 巴铁为何归还卡拉昆仑走廊给中国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 在克什米尔与我国的边界地区 我们实际上控制两个地区 阿克塞星和卡拉昆仑走廊 许多资料中都介绍过阿克塞星的重要性和相关情况 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非常重要的卡拉昆仑走廊 卡拉昆仑走廊位于卡拉昆仑山脉的北侧 其主体是一个大峡谷 因此也常常被称为克里钦大峡谷 二者并没有官方的权威解释来区分 以至于有些人误以为是两个地方 实际上克里钦可能是旅行者对卡拉发音的误读 卡拉昆仑山脉是世界上最发达的高山和冰川 也是中亚地区的著名山脉之一 卡拉昆仑源自上古蒙古语黑水或黑河一词的音译 译为黑水之山或黑河之山 或突厥语黑色岩山之译 卡拉昆仑山脉位于中国与塔吉克斯坦 阿富汗 巴基斯坦和印度等五国交际的地方 它从西部的帕米尔高原发源 一直向东延伸到青藏高原的羌尘摩山和潘顿山 长约800公里 宽约240公里 平均海拔超过5500米 海拔5570米的卡拉昆仑山口 是印度与新疆之间的传统商道 位于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实际控制之间 该地区有海拔8000米以上的山峰四座 包括世界上第二高的乔格里峰 峰高达8611米 以及加苏尔布鲁木第一峰 峰高达8068米 布洛阿特峰8047米 以及加苏尔布鲁木第二峰 8034米 而海拔超过7500米以上的山峰 该地区一共有15座 在1962年的对应自卫反击战中 常有人讨论中国在击败印度军队之后 主动撤退 是得还是失 这是由于当时的多方面因素决定的 例如当时的国际形势 中国的基建能力 以及后勤补给等复杂因素 没有全面的了解 很难置评 但是那场战争的一个意外而深远的成果是巴铁 当时巴基斯坦正艰难的对应作战 在1947年的印巴战争中 巴基斯坦遭受损失 为寻找国际援助 巴基斯坦转向美国 但是美国权衡利弊之后 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 更多的把屁股做到印度一边 中国在1962年击败印度 美国强迫巴基斯坦支持印度 这使得巴基斯坦大怒 从而导致巴基斯坦这个伊斯坦国家成为了巴铁 并一路帮助我国成为今天的大国 为了表达友谊 我国和巴基斯坦于1963年 签署了中巴 关于中国新疆 和由巴实际控制其房屋的各个地区 相接壤的边界的协定 协定正式确认 卡拉昆仑走廊归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所有 这标志着巴基斯坦放弃了对该地区的领独主张 目前该地区已回归我国管辖 但印度仍然宣称对该地区拥有主权 为什么说卡拉昆仑走廊对中国如此重要呢 巴铁为何要拿卡拉昆仑走廊来还给中国 客观来讲 卡拉昆仑走廊对于我国的战略安全至关重要 从地缘格局上 卡拉昆仑走廊守卫了阿克塞钦 阿克塞钦稳固了新疆和西藏 而新疆和西藏的稳定 整个中国大局才稳固 阿克塞钦面积有4.26万平方公里 整个地势非常高 海拔几乎都在4000米以上 从地图上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被卡拉昆仑山 昆仑山和青藏高原环绕的盆地 由于昆仑山的存在和青藏高原高耸的地形 新疆和西藏之间的连接极为不便 而阿克塞钦正是新疆和西藏之间 唯一的连接地 实际上 新疆公路219国道正是经由阿克塞钦 将新疆和西藏紧密联系在一起 众所周知 阿克塞钦印其独特的地理位置 可以从西南俯瞰整个克什米尔地区 从东至西对印度全线 形成居高临下的地缘优势 可谓是悬在印度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舰 而开拉昆仑走廊 可以从西北方向守卫阿克塞钦 对印控克什米尔形成地缘上的合围之势 有了开拉昆仑走廊 中国不仅可以在地理上阻止印度进入中亚 而且可以将印度封死在南亚次大陆 对印度形成威慑作用 使其有所顾虑 谢谢你 谢谢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